各位观众们你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15号星期五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那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祝福普投资朋友 周末愉快 那节目一开始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两天重大一些新闻 那这几天的一个节目 我们也不断的跟投资票强调 关键还是在于美中贸易协定的部分 能不能定出一个时间表 那现在的这个白宫的一个首席经济顾问 顾德洛提到说 美中目前已经接近 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所以现在的台北股市在周五 是呈现一个上涨 那我们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 我们认为接下来上市的部分 指数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但是贵买的部分 行情已经正式去做启动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要跟投资朋友报告 你要如何去复制法人的标股模式 那你也会发现到很多的一个年度的标股 开始的月份都是在11月份开始的 这是在2018年11月份的贵买中心的指数 当时我一直在这里 年初开始涨 一路的涨到3月底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财报的空窗期 那加上法人 顺势去做一个第一季度的一个 一个作战的行情 那现阶段的一个贵买中心在这里 我们认为这个几率也是非常大 因为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条件的 我们举一档股票当案例 3324的双红 今年的标股 大家一定对它不陌生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2018年11月份的时候 财报的公告之前 其实投信都已经慢慢开始做吃货 那在财报公告之后 投信是加速的向上去做拉抬 那拉抬这一段一路的做到3月份 第一季的一个一个季底的顺势去做账 盘整之后呢 继续往上标 所以它从80几块钱 一路标到242块钱 足足涨了3倍 这是今年度的标股 你现在要专注的是 哪些股票有机会复制双红的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块放大来看 双红在这个位置 在2018年11月15号 一样是在去年的今天 双红它是攻上了涨停板 那才从这里开始一路性的向上涨 那我们发现同一批的投信 现在正在卡位某一档股票 我们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们预告明年的大标股 会是这一支股票 那这支股票 如果你有兴趣布局的 你可以跟上我们的操作 这段时间不断跟投资朋友强调的 财报空窗期 包括今年有个很好的环境 就是总统的选举 那政策面呢 针对国内的企业 要核准开放这个OBU 这个也是一个资金行情的启动 包括香港的动乱 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情形 让很多的资金都来到台湾 这个是我们这阵子 不断的跟投资朋友强调 台北股市独有的一个有利的因子 那我在礼拜一的节目 11月11号跟观众朋友报告 那支到底有没有心 要去做Q4的行情 指标股就是在3105 我们讲完之后 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到 这一周的台北股市是震荡的 你看我节目的 到今天 我帽是站回去月线 我相信你是赚钱的 那这个也代表那支 有心要去做这个贵买中心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 这个我MOD的涨幅有一段了 接下来的行情重点 可能不会在他身上 而是我要跟大家讲 他就是一个指标股 同时呢 我在礼拜三也跟大家讲 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仪器 金顶 从在这里起账跟大家讲 最近的整理我也是告诉投资朋友 一个国内的实质投资 这些股票的震荡 你会发现都是有买盘进来的 台北股市在本周 形成震荡 但是跟金顶这个股票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金顶这公司 我们在11月18号 跟观众们报告的 台积电的一个受惠的概念股 当时告诉投资朋友 资金持续性回流到台湾 包括最近跟大家更新的 南科三期 确定落脚在台南 也要去做个扩建 那不管是半导体的上下游 设备材料 包括台积电的一个3奈米5奈米 都要坐落在台南的基地 这个投资金额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的金顶 这周的行情整理 为什么会有些资金 会愿意进去操作这个金顶 这个公司 这个就是明年产业很明确的 包括周上跟大家讲的这个 樊宣也是一样 盘下如果你敢买 到今天的樊宣也是本周新高 一样在10月18号告诉投资朋友 半导体设备台积电的概念股 所以这些公司 忠实粉丝 你都是得到一个验证的 那邀请你在YouTube 这里点选订阅频道 订阅之后 记得点选铃铛 你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那帮老师按赞跟按分享 给我们一些帮忙跟鼓励 那也非常感谢忠实粉丝 这段时间的帮忙 我们的点月有呈现一个上升 那订阅频道的观众 我们最近在11月5号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会进入震荡 我待会没有去获利减码 所以我们会员朋友 目前手头上有充裕的一个资金 空间可以去布局一些股票 那今天也会跟大家验证一些公司 那提醒观众朋友 我认为接下来贵买行情会启动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乱做 我们在星期一跟投资朋友做提醒 这段时间的行情上涨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 这么好做 指数从10800点这附近 一路性的起涨 但是这段时间的空头股票的数量 是比多头股票加速多 在11月5号 在这里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所以经过一个几天的震荡 你会发现到空头股票的数量 急剧的上升 所以这个行情 并不是这么好操作的 一直到今天的一个数量 我们也可以跟投资朋友做个更新 你会发现到在这里的 空头股票数量 还是非常的多 而且多头股票加速呢 已经是几乎是在 11000点以下的一个数量 所以这个行情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好做 千万不要去乱做 那个股的部分 问我们系统哪些股票有机会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你可以看得到高基期的个股 今天 4968的利基 是打到了底停板 这个是我们在 10月23号提醒大家的 这个行情 接下来你千万不要去追 这种高基期的个股 因为你现在的眼光 应该要去着眼在 明年有机会是复制 利基的这种标股的模式 因为这个已经从 五六十块附近 一路的涨到 250几块钱 这个涨幅在短时间内 涨很大了 利基这家公司 如果说你是我赖好朋友 我相信这段时间你就知道 他有出现在我们信用筹码 有疑虑的名单 所以在高档的地方 很多的一个散户投资朋友进场 造成筹码面的凌乱 而且他也是出现了一些 卖出的讯号 所以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我并不会带会我们去 操作利基这家公司 那我邀请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我们ID是小老学权TEC 加入之后你先传送贴图 我们每周都会整理 信用筹码有疑虑的名单 如果说你是我赖好朋友 这段时间的利基 你一定是知道的 那包括像去年的7月1号礼拜日 我们告诉LINE的好朋友 国具的信用筹码没有问题 你知道之后 礼拜一的国具跳功大涨 礼拜二国具创高到1310 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 去调整股票 甚至你想买这些股票 你知道筹码没有问题 至少你不会去做一个最高的动作 所以加LINE哪些股票 我们都有带观众朋友去做避开 贵买的行情是正式的启动 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指标股 每一个年度的标股 都是从11月份开始的 你可以看得到 除了在这里 投信开始去布局一些明年展望不错的公司 然后一路性的会做账 做到这个所谓的一个三月底 刚好配合财报的一个空装期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是投资朋友去发财的一个机会 那个股呢 其实我们都有去做一些研究 双红这边跟大家讲的 同一批的投信去布局一档股票 有兴趣的你可以透过填表或者是来电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 华汉这家公司也是投信最近布局 今天攻上涨停板的公司 所以投信现在已经开始卡位 2020年的一个主流股 因为这台股票 我们带会员朋友有去做布局 节目上我们有跟大家预告 11月4号你可以去看 当时我是不是告诉投资朋友 最新的资金流入的族群 我精选了这三档股票 高价的会员朋友 有新增一档AIoT人工物联网的一个公司 那GEO会员朋友 新增了台郡兄弟 跟一档这个真无限蓝牙耳机的公司 好那这家公司呢 我们今天也可以现场的 开给投资朋友看 这家公司呢 高价的这个的股票 我们有待会没有布局的 就是六四一四的话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今天涨停板 才要跟大家讲 而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就是确实先有预告 邀请你来布局 然后我们待会没有布局的证据在这里 11月7号我请会员朋友空手的 在226以下去做一个布局基本单 那当天收盘是222.5 有充裕的时间 一整天的时间 会员朋友都可以顺利的 慢慢去布局化汉这家公司 那化汉今天是跳空大涨工赏亭 年限的部分在240块 正式去做突破 那这个也是底部的第一根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呢 因为明年的趋势我们看好的 除了5G之外 人工物联网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有兴趣操作化汉的 你可以跟上我们 因为这家公司的一个价位 我们有去做一个设定 所以一档股票或许有机会让你大赚 那如何进出 如何能够爆到这档股票 都是需要专业来带领你的 11月7号在这里 买进了化汉 隔天是一根中长黑下蓝 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信任 这些股票投资朋友 你一定会赶快把它砍掉 那当天为什么会呈现震荡呢 因为11月8号的隔天 公告的营收是呈现了月减的15% 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利空赶快去砍股票 投信为什么在这里会去做布局 那投资朋友 你买了一个成本都已经比投信低了 那为什么你要去担心这家公司会怎么震荡呢 而且这个股票的位阶是不是非常的低 所以一档股票的操作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而不是只看表面的营收数字 营收数字 投资朋友你知道公司派是可以稍微去做点调整的吗 他可以故意把这个月的营收是做成月减的 这个你清楚吗 所以营收其实上他只是个表象 他并不代表说一家公司 但是成长一定是看营收 重点是要去看一些财务的指标 6414的化汉你可以看到 他目前前三季累计的一个 近四季加起来的EPS是赚12.33 那在过去的一个化汉之前在四五百块的时候 他当时年度的EPS大概靠近15块钱 那到目前为止在12块左右 其实没有差很多 但是股价现在只有200多块钱 那为什么会这么低 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段时间的财务数字 不管是毛利的效滑 或者是这个 他因为并购一些公司 所以公司的一些费用有做增加 所以他的整个税后净益率是减少的 但是在最近这几个季度 化汉的毛利率开始上来 他整个一个获利开始有改善 所以我认为化汉 他是具备一定的空间的 但是如何操作 你想操作化汉 或者是你持有化汉的 你都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因为价位上面我们是有设定的 那节目上跟大家预告的其他的两档股票 基欧组的台军兄弟 或者是真无线蓝牙耳机 我目前基欧会的朋友就是持有这两档股票 台军兄弟当时11月2号 跟你预告的画面 告诉投资朋友 台军这家公司已经先上去了 那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我不见得一定要去带会们去追台军 而是我认为大哥都先涨上去 这个小弟是会跟上的 当时是告诉投资朋友 在这里呈现一个三角收敛 那今天最新的一个资料 投资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三角收敛已经顶到了 而且这周是出量的 他下周只要稍微往上推 这个下降压力线一突破 我认为他是非常有机会上去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操作这家公司的 你也可以跟着我们去做布局 然后真无线蓝牙耳机这台股票 是布局当中 你有兴趣都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所以我目前基欧组就剩下这两档股票 那我们高价会员朋友手中大约有四档股票 化汉是其中一档 那包括我们前面跟大家预告的这个股票 也是其中一档股票 所以我们目前持股的数量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打破了投股的传统 我们率先准备我们看好的投资组合的名单 先提供给我们会员 会员可以先把这些股票key in 在手机的自选股里面 call讯来的时候下单也不会急急忙忙 而且这些股票的操作 我们都是提前准备好 价位设定好 为什么看好 都事先的跟会员做分析 这是去年11月18号 财报公告之后我整理的一些股票 所知朋友你可以去看一下 同心瑞玉细创新星 这些公司是不是在11月份开始 整理之后开始往上供 那很多股票也是今年的标股 这是在去年12月份跟大家印证的 那瑞玉的部分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 当时股价还在130块附近 告诉会员朋友 在今年度最高涨到248.5这个地方 那包括像3037的星星 当时告诉会员的时候 股价还在20块这附近 那今年已经创高到最高50.3这个位置了 所以年度标股是不是从11月份开始 投资朋友有很多股票你都可以一一去验证 8436大江 如果说你是看我节目 超过一年两年以上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一定知道大江 当时也是在11月份第三季财报公告之后 财报空框期 他从在200块这附近开始一路性的飙涨 那飙涨到2018年的8月份 最高来到614块钱 涨了一倍多两倍左右 法人呢都是开始卡位明年的成长股 那这些公司呢我们都是透过一些研究 如果说你是我忠实粉丝 就是2017年11月份的YouTube影片你可以去找 当时告诉大家的2353的一个鸿基 整理的Q3的9条好汉 8436大江医美的也是其中一档股票 然后3026的被动元件和声堂也是其中一档股票 这是当时的鸿基的画面 从11月份整理以来 他开始掉空工涨停 18块多那一路的往上飙 这个是大牛股 红基这股票是没办法炒作的 3026的和声堂 这是会员朋友在11月12号 当时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会员营的画面 当时和声堂的股价在60块出头 那后面的和声堂从在这个位置一路性的上涨 到去年的7月份最高涨到301块钱 所以年度的标股是不是从11月份开始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投资朋友 现在是有这个环境跟一个条件 有些股票是会一路性的涨到明年的3月份 你一定要把握这个行情 那股票我们有本事去选出这些公司 那当然在接下来我们也有机会去选到明年的标股 而且我们确实有设定好 法人筹码也进来了 如果你深的想操作 你可以尽快的跟上我们脚步 你可以去印证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投资组合 10月26号节目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公司 6438迅德台积电的概念股 包括像815的博智神准玉泰这些公司 这是当时节目跟大家分享的画面 投资朋友 我给会员朋友投资组合之后的玉泰 从120几块钱最高来到162 然后迅德你可以看得到 迅德在公司 在这里跟观众朋友讲的 那投资朋友今天的迅德是收盘新高 你看节目你拉回敢布局的 到今天我相信你绝对是赚钱的 所以我们节目绝对都是跟大家分享优质的股票 那815的博智我们带会员操作 节目上也跟大家印证 会员朋友布局在84块钱以下 给大家对时对价过 10月28号星期一 震荡拉回的时候 新加入会员朋友布局在85块8的博智 当天是现买现赚 今天的博智收盘新高 来到101.5 看节目的如果你有布局 今天收盘新高 我相信你也是赚钱的 所以我们这些股票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一一去验证我们带会员的操作 以及选股的功力 那我们团队都是持续性的进步 我们在今年7月底开始升级的所谓的资金系统 资金系统会告诉我们 目前资金留下哪个族群 那这个族群性如果有在轮动的 就很有可能是主流 当时在8月3号把金测这家公司 纳入到投资组合里面去 假日纳入进去之后 礼拜一的金测就跳空大涨 攻上涨停板 收盘是508块钱 节目上是公开跟观众朋友讲的 金测后面如何去规划价位的 10月底是不是跟大家报告 金测我们给会员朋友规划的目标价 大约在这个数字 那到10月底是不是就达成到这个数字了 所以投资朋友特别去记得 你千万不要看新闻去买股票 你要知道的是资金的流向 因为股票都是先上涨 你才会看到新闻 那我们现在锁定的那些公司 其实都还没有新闻出来 所以你要不要卡位 你好好在这个假日去做个思考 包括8月23号跟大家讲的滑通 也是当时资金流入到PCB的族群 所以我们把滑通纳入到投资组合 会员知道的时候是在30块以下的滑通 观众朋友你知道的时候 当天收盘是32.4 你可以去找当时的画面 当时是不是资金流入PCB 节目上都跟观众朋友讲 8月18号纳入投资组合 然后10月15号跟投资朋友验证滑通的走势 会员朋友是这里知道 观众朋友你这里知道 然后后面的一个创新高 到今天的滑通是创高到52.5 这个位置我没有建议 投资朋友一定要去追滑通 而是这个股票我们从10月15号跟大家讲 今天11月15号一个月过去了 这股票是不是持续性的创新高 所以你可以去验证我们带会员的选股 为什么都可以精准的去找到一个 后面有机会涨的股票 因为资金的流向 然后跟产业的趋势 这个是需要专业人士协助大家的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上有数据 有依据的老师跟团队 我们并不是卖软体 而是要跟观众朋友讲 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方法 带会员的选股跟操作 如果你对于我的操作有信心 你想跟上我们去卡位 我们认为接下来有机会 一路走到明年3月份的一个标股的话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这里点选箭头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的申请表单 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你可以先来解决你手边持股的问题 我们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资料正确做填写送出之后 我们服务人会尽快的协助你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